1247集 寒冰文言不由一愣 有一些不可置信的询问道 彻底解决魔鬼的影子 他的内心疑惑不已 一个已经连续两次证明 怎么都杀不死的人 如何才能彻底解决 不错 林雨转头冲寒冰咧嘴一笑 眼中闪过了一丝深意 浑身上下似乎散发着 一股莫名的自信 虽然不知道林雨葫芦里 到底卖的什么药 但是寒冰知道 林雨说话办事一向靠谱 所以他内心十分坚定 相信他 见林雨没有跟自己说明 猜测林雨肯定有自己的顾虑 便也没有多问 等到天刚蒙蒙亮的时候 寒冰带着林雨返回了总部 张义堂所在的关押室 跟他叔叔被关押的审讯室是相似的 只不过面积要小得多 寒冰和林雨赶到关押室的时候 张义堂还在睡觉 寒冰没好气的用力 踢了几下钢化玻璃 冷声说道 起床了 睡梦中 张义堂被吓得大了个机灵 他连忙起身 看到寒冰和林雨后 微微一睁 清醒过来以后 脸上瞬间浮现了一层巨色 小心地冲林雨说道 何大哥 虽然事儿已经过去了好几天 但是他几乎每天晚上 都会做梦梦到林雨 梦到自己的手指 被林雨一根一根地折断 每一次他都会猛然惊醒 然后浑身仿佛和洗过澡一样 大汗淋漓 所以此时他见到林雨 是打心眼里恐惧 因为他知道这个男人没有感情 张大少 在这儿住得还习惯吗 林雨笑眯眯地说道 好 好 张义堂哪敢说不好啊 他连连点头 千好万好 也比上自己家好对吧 走 送你回家 林雨笑眯眯地说道 张义堂文言身子一震 似乎有些出乎意料 没有想到自己竟然会被放了 不过他看到林雨嘴角四笑非笑的神情之后 心头猛地咯噔一下 他突然意识到 回家还有另外一种说法 瞬间他惊恐不已 何家荣 该不会是想弄死我吧 他陡然面色惨白用力地摇摇头 惊慌地冲林雨说道 何大哥 不必了 我在这里挺好的 我有些没住够 还想再住上几日 林雨听到他这话不由咧嘴笑了笑 似乎看出张义堂内心的惊恐 笑着说道 张大少不用害怕 只要你按我说的去做老老实实配合我 我不会伤害你的 说着林雨微微一顿 仰着头颇有些霸气地说道 因为你死不死 对我都造不成任何影响啊 张义堂知道林雨这话是在赤裸裸地对他蔑视 但是他内心却十分地开心 这么说来他倒是有希望活下去了 他咽了口唾沫低声说道 何大哥 你 你说 你让我怎么配合你 半个小时以后 林雨 韩冰和张义堂三个人 便坐在了一辆军用越野车上 张义堂和林雨坐在后面 显然十分拘谨 时不时地给韩冰指指路 到了 就是这儿 张义堂指一指旁边一座镜面大厦 韩冰立马停了下来 三个人下车后 韩冰把张义堂手上的手铐去掉 同时冷声冲他威胁 你要是敢耍什么小葱 我一枪崩了你 不敢 不敢 张义堂连连点头 接着他主动地带着韩冰和林雨 一起进入到办公大楼 直接上了十八层 出电梯之后 林雨和韩冰一出来 便看到了正面墙壁上写着 红昌集团四个红色大字 就这里 林雨转头冲张义堂问 对 我大哥就这一家公司 张义堂急忙点点头 下面虽然分设了好几家分公司 但是这里才是总部 他平时都会在这里办公 行啊 这么短的时间里没想到 他把生意做大了 林雨望了一眼装潢精致的 红昌集团 眯眼笑了笑 不得不说 这种大家族子弟 干什么都是具有先天的优势 这才短短一两年的时间 张义红竟然把生意做得这么大了 对于普通人而言 几乎是不可能的 走吧 那我们到办公室等他 林雨冲张义堂说道 好 好 张义堂点了点头 接着带着林雨往公司入口走去 同时小心地问道 何大哥 你 你不会杀我大哥吧 他配合 我就不杀他 林雨淡淡说道 张义堂面色一变 刚才何家荣可是答应过我 不杀我大哥的 这怎么突然间又开口了 不过 他也不敢多问 毕竟他自己的性命 现在都掌握在林雨的手里 冬天本就是昼短夜长 此时天已经大亮 所以已经临近八点 办公室来了几个人 其中一名穿着灰色制服 助理模样的年轻女子 看到林雨他们 快步走过来之后 刚要开口询问林雨等人身份 但是他立马认出了张义堂 他有些惊讶地问道 二少爷 您怎么来了 他只是张义红身边的一个小助理 自然不知道张义堂被抓的事 所以也下意识地 把韩冰和林雨 当成了张义堂的朋友 我怎么不能来 张义堂沉着脸冷声说道 我找我哥有点事 张总他还没来 助理则是急忙说道 我去他的办公室等他 张义堂沉声说道 助理文言微微一争 有些为难地说道 可是张总吩咐过 说任何人都不许进他办公室的 任何人 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 张义堂此刻脸色一沉 冷声说道 那是对外人说的 我是谁 我是我大哥的亲弟弟 你不想干的话 就立马给我滚蛋 因为平日里 他就习惯嚣张把扶 所以此时这几声喝骂 也是信手捏来 助理被他骂得脸色泛红 轻轻咬了咬牙 这才低声说道 您请跟我来 说着他便转身 带着韩冰和林雨 朝着张义红办公室走去 掏出钥匙将门打开 这里没你的事了 不叫你 你不用进来 张义堂又说道 对了 我大哥来的时候 别告诉他我在办公室 就说办公室来贵客了 我想给他个惊喜 是 助理看着韩冰和林雨 以为张义堂说的贵客 就是他们俩呢 便点点头答应了 等到助理把门关上之后 张义堂的脸上 嚣张顿时一早而空 转头小心地 冲林雨和韩冰问 何大哥 我 我配合他还行吗 嗯 还不错 希望你大哥一会儿 也会跟你一样配合 林雨叫咪咪地点点头 他知道张义红 和他这个顽固弟弟可不一样 心机那是要阴沉得多了 说着 林雨冲着韩冰使了个眼色 韩冰一点头 接着在办公室 仔细地寻找起来 桌角衣柜 敲上敲下 仿佛在找什么机关暗格 因为这间办公室太大了 韩冰足足找了有十几分钟 将椅子 桌子 沙发 地毯 甚至花盆都仔细地找了一遍 也没有任何的发现 有一些失落 朝林雨摇了摇头 本集故事播讲完毕 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